多少同学你们好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六章 债券股票价值评估 我们这一章呢 从我们近年看也是啊 分数不是很多的 主要的原因实际上是什么呢 我们这一章可能也是更多的是 体现在这种计算技巧上 像我们比如说债券价值和到期收益率 以前也曾经考过啊 单独考过我们小的计算 但是这两年呢 它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像比如说第四章 要算债券的资本成本的时候 我们要用到债券到期收益率 将来我们第十章 要讲这个附带认股权证债券 还有可转换债券 它的有关价值确定 有关资本成本确定 要用到我们就是第六章的知识 是吧 那像我们这个股票价值 它的这个计算的这个公式和模型 是第八章要用到 所以其实它也算是一个相应来说 是属于是计算技巧的一个基础章节的 另外呢 你看啊 我们在给大家讲课的时候 大家会注意到 我是先讲第六章 再讲第四章 建议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先学第六章 因为我们第六章的一些计算技巧方法 要给第四章资本成本的计算打基础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先学第六章 再学第四章 是吧 那我们今年这个教材和去年相比的这个变化 一个呢 实际上是 应该说不是这个新的内容 它实际上是为了使得去年的这个变化 更加明确一点 我们去年教材 我们强调了计算债券价值的时候 考试给的折现率 是年有效折现率 但是去年的教材 它没有特别明确的文字描述 它只是在例题里面出了一个例子 是吧 给了折现率 然后呢 由于那债券是没半年计息 所以它就把那个折现率先给它调为 这个期历率 用年有效调为期历率 对吧 所以是通过例题来说明 这个折现率是年有效 那它今年教材呢 就是想更加严谨一点 就不是你是光例题了 文字描绘上 它就强调了 这个折现率是年有效的 甚至在给我们那个公式 给那个通用的公式里面 它就是把那个折现率啊 先给它调为期历率 是按照那个年有效利率 和期历率换算公式去调的 所以就明确了 我给你的那个折现率是年有效的 所以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是吧 等于这个是其实去年 我们就强调了 就是考试它告你说 让你计算债券价值 给了我们等分险债券的市场利率 或者说给了你必要的折现率 都是年有效折现率的 是吧 这是要就是 它今年教材更加强调这个 是吧 就是相当于是更加明晰了 是吧 就是避免我们这个 好像从文字上找不到 找不到依据 但它今年就补充了这个话 更加就明确了这个 我们的这个处理方法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原来教材呢 是在第八章 讲这个企业价值 两阶段模型 它给你界定 两阶段模型的含义 每个阶段叫什么 那今年呢 它就提到了第六章 是吧 直接在第六章 就给我们强调了 什么叫两阶段模型 每一阶段叫什么 所以其实这个内容 并不是新增的 原来就有 只不过在第八章介绍 现在我们呢 就提前放到第六章 就先介绍一下 就是这样 那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实质性的内容 并没有什么变化的 我们对于这一章 可能就希望大家掌握 有关这个债券价值的评估啊 到期收益率确定 包括股票价值的评估 运期收益率 这些估算的公式 可能那个估算的公式 就是我们后面要多次 用到他们 是吧 所以它是一个计算 基础的章节 我们整个这一章呢 包括三节 那当然我们比较重要的是 前两节 因为第三节很简单了 因为混合种 筹资工具 我们在这一节 主要是针对 这个优先股和永续债 是吧 那么对于可转债 和附带认股权 它是放到了 第十章才介绍 所以我们第三节就很简单 它就比照永续年金了 所以大家重点掌握 是第一节和第二节的 估价的模型和这个 收益率确定的那个公式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 债券价值的评估 对于债券价值评估呢 我们说话谈了有三个考点 第一个考点就是一般理解 是吧 这个考试一般不涉及 但是它出题 说到这种债券 你明白是什么就行了 对吧 那我们重点是掌握 第二和第三 这两个考点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债券的类型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 我们可以对债券做不同的分类 那么这些分类都是常识性的 那么第一种就是按照是不是记名 可以分为记名债券和无记名债券 是吧 那就说这个债券上有没有标明 这个债券是归属谁的 那标明就是记名的 一般来说像比如像对社会公众发行 通常都是无记名债券 是吧 那么第二个按照债券能否转换为股票分类 我们分为可转换债券和不可转换债券 可转换债券呢 我刚才也强调了 我们第十章 这个是重点在第十章要给大家强调的 是吧 而且19年还在这块考过综合题 是吧 那么我们这一章其实主要谈的是什么呀 普通债券就是不可转换债券 是吧 那么第三种就是按照能不能提前赎回 也就是我们这个 有没有附带提前赎回的条款 如果有提前赎回条款 那就是不一定的到期日 那么他可能在这个到期日之前 那么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资金的情况 根据市场利率变动 他可以考虑提前赎回 那不可提前赎回就不可赎回 是吧 所以这个无所谓了 按照有没有财产抵押分类 抵押债券就要有财产抵押了 对吧 信用债券呢 不需要任何抵押担保 一般都是那种信用评级比较高的企业 他发的这个债券 因为他信用比较好 所以呢 容易啊 就是吸引投资人买 所以他不需要什么抵押担保 像一些信用等级比较差的 他可能比较难成功发行 那他需要一定的抵押担保 是吧 所以这也是常识 看一下 我们再接着看第五个分类 按照能不能上市 是吧 可以上市流通交易的 就是上市债券 那么反之就是非上市的 是吧 不能上市流通交易的 然后按照偿还方式分类呢 有到期一次 偿还本金的债券 也有分期债券 不过我们在这一章里面 主要谈的是这个到期一次的这个债券 就是到期一次还本金 是吧 利息你可以分期付 但他本金是到期一次付 那实际上也有这个分期等额还本付息的 就是把本金和利息他都分 等额来支付 也有的 但是我们可能在这一章里面 主要碰到的是到期一次债券 另外按照发行人的分类 有政府债券 是吧 地方政府债券 有公司债券 还有国际债券 那这个类型就是大家一般了解 出题的时候提到这个债券 你知道是什么就可以了 对吧 那现在我们重点来看第二个考点 债券价值的评估方法 那么这些债券价值呢 我们就指的是这个债券 它真正值多少钱 它的内债价值 它真正值多少钱 为了估计这个债券价值呢 首先呢 我们要找到这个债券的这个基本要素 那这个基本要素 你放心 考试它如果考我们债券价值的估计 这个基本要素 它就会给你 它一定是已知条件 对吧 那我们是需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要把它给我们的基本要素啊 给它转化成 我们估计所需要的那些现金流 是吧 或者是那些时点 首先看第一个要素 债券面值 那债券面值顾名思义就是 债券票面 所标明的价值 那么大家也有一般都有会计基础嘛 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先学 快债券财管的啊 那么我们在会计上谈到 这个债券的发行 有折价 有折价 意价 当然也有可能平价发行 对吧 就是说 可以比面值低 便宜点卖 就折价 也可以比面值高啊 就意价 当然也可以平价 但是呢 你别管你是什么发行 别管是折价 意价 还是平价发行 将来到期偿还本金 是按面值来还本 所以这个面值 它给我的提示 就是将来到期的 还本金的数额 是吧 不管你是折价的发行 还是什么样发行 还本金一定按面值还本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基本要素 就是票面利率 那这个票面利率 就是票面 它标明的那个利息率 那么也是一样的 因为资金市场的利率 经常会波动 对吧 但是我们的债券的 票面利率一旦约定好了 它就不变了 对吧 或者说即使是变 比如浮动利率 它也是给好固定公式了 那么这个票面利率 它就给我 等于说提醒的是什么呢 将来付息的依据 就是利息啊 我们始终是按照面值 乘以票面利率 对吧 资金市场利率 但是我的利息 就是按照这个面值 和票面利率来确定的利息 那么第三个就是 利息的支付方式 那这个复息的方式呢 可能是每年复息 也可能每半年 也可能到期一次 还本复息 是吧 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 复息方式呢 也是通常考试 一定是已知的 但是我们在看到 这个复息方式 那要给自己一个提醒 它的利息的支付 10点在哪 对吧 因为我们在这一章 都是讲长期债券的 价值的估算 你要折现 是吧 折现的话 那你这个不同10点 它的限值会不一样的 所以要注意它的10点 对吧 那第四个就是到期日 就是我们债券 它都会告你 什么时候到期 因为我们知道买债券啊 不一定你买的是新发债券 因为我们这个 也可以到二级市场 去买这个流通债券 对吧 就市场上正在 别人就是转让了 那种债券 我们也可以买 对吧 所以就是说 你的一个债券的购买日 一般就是我们要谈 我的估价日 因为我要买这些 我就要估计 这债券值多少钱 是吧 我该花多少钱买它 是不是 那么你的购买日 可能是它 刚刚的新发日期 也有可能是 没准都过了一段 人家发行都过一段 我是二手市场买的 但是你别管 什么时候买 我们的购买日 给我了以后 那它从你购买到 到期日 这段时间 就是你准备要 持有债券的这个时间 是不是 所以这个到期日 就给我们提示了 一个持有期限 所以这些基本要素 给我们了 我们要给它理解 就是估价所需要的 现金流 还有十点 是吧 要把这些给它理解 要搞清楚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 做债券的这个估值了 这个债券的估值呢 就是要估计 债券的内在价值 是吧 我们把它简称为 债券价值 就是这个债券 真正值多少钱 那么这个债券的价值呢 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实际上你可以这么来考虑 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买债券 我们是期望它将来 给我带来回报的 但那个回报 是未来的时点 所以呢 我们问的是 现在值多少钱呢 所以债券价值的含义 就是未来的现金流入的限制 那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对于债券投资 它的相关流量 你看任何投资 我们将来到第五章 还要讲项目投资 我们这一章 实际上谈的是证券投资 那么任何投资 都会引起现金流出 那债券投资的 现金流出是什么呢 那就是债券的购买价格 你买这个债券 我们要花钱的呀 是不是 那这个购买价格呢 是当前的市场价格 这个市场价格啊 因为我们说 它会受好多因素影响 因为市场不一定完全有效嘛 对不对 它会受很多因素影响 就比如说 这个假设我 原来买这个债券了 是吧 这公司一发行 我就买了 那现在我急需用钱 我要在二级市场上 我把它卖掉 要转卖给别人 由于我早期脱手 我可能就卖的便宜一点 对吧 但是作为我们估价来说 我是要估计它真正值多少钱 所以我们之所以 你就想 为什么要花钱买它呢 是期望它将来 给我带来现金流入的 那这现金流入是什么 对于债券来说 一个就是利息 对吧 你为什么买债券 不是为了获得利息的流入吗 另外呢 债务有到期日 到期我们是要收回本金的 那你像这个本金 我们给大家强调 就是面值啊 面值给我结实 就是本金啊 考试会给你 这些基本要素吗 利息呢 是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始终是面乘面的 所以这个未来的流量 就可以确定了 那我们 把未来的现金流 折到现在 那就是债券价值 是不是 所以对于债券价值的计算 我们说其实 你就比照含义来把握 而且我们通过这个图 你可以看 既然债券价值 是未来流入的限制 作为投资人 如果让你判断 该不该买它 我们当然是希望 债券价值要高于 这个购买价格 对吧 大于至少要等于吧 对吧 大于等于购买价值 才值得买 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说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怎么算这个债券价值 是不是高于购买价格呢 那我们刚才强调了 按照含义来掌握 不用去背那个复杂的公式 我们今天教材 还特意增加了 一个特别复杂的公式 我们待会也给大家看一下 但是其实就是 大家考试的时候 就按照含义来把握 因为债券价值是 未来的现金流入的限制 而对于债券投资的流入呢 一个是利息 就是各期利息的 这个责限 还有一个呢 就是到期本金 当然有的时候 它可能会特指啊 我们准备要提前出售 预计售价为多少 它如果给了售价 那就是预期的售价限制 对吧 但是一般我们考试都是 假设持有到到期日的 是吧 所以主要就是 各期利息则限 到期本金则限 利息面值乘以表面利率 本金就是面值 流量没问题 但是我们要创限值 除了有现金流量 还得有则限率 是不是 那这个则限率 怎么来考虑呢 不能用表面利率 因为表面利率啊 是这个发行企业 自己预先确定的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因为人都是自利的 你想这个发行企业 它要发债券 如果光从它自身利益考虑 它巴不得把表面利率 定得低一点呢 那表面利率越低 那怎么样 它未来付我们投资人的利息 就少啊 是不是 那它光从它自身利益考虑 它可能就说 把表面利率定得低一点 但是我们投资人啊 我们不是说 你给我多少利息 我就会买你债券 我得看 是吧 如果你给我的那个利息太低了 你还想平价卖给我 我就不买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考虑这个 未来的利息 择限的时候啊 这个择限率 要按照什么呢 市场利率 对吧 就是目前等分线 在市场上 应该的那个利率 因为我们包括 大家可以看啊 一个是我们刚才说 人都是自立的 企业的 就是发行债券 可能从自身考虑 另外它其实也得考虑 它能不能成功发行 所以其实 我们可以理解一下 就一般来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啊 我们现在想讲一下 发债券的工资 这个发债公司啊 它准备要筹集资金 那它要预先做一个准备 假设它是2020年 是吧 比如说它10月1号 就是考虑 我们未来要筹资 做准备 我们要做决策 它决定我们要发债券了 那你想我们既然要发债券啊 就要定这个债券的基本要素 这基本要素的 首先第一个要定面值 你像我们国家的债券 面值都是100 对吧 但是咱们这本书 举的例子都是1000 而且考试 我们一般碰到比较多的 也是面值1000 这个无所谓 它考试会告诉你的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定 第一个基本要素 就是面值 那么面值 它考试会告诉我 比如说我告诉你面值 我们定好了是1000 那面值定好以后 还要定什么呀 我们这个票面的利率 对吧 它这个票面利率啊 它不是说瞎定的 它得参照 哎 目前10月1号 这个时候 像我们这样公司 这种风险状况 假设它准备发行债券 三年期的债券 我要发三年期债券 我的利率定多高 别人才愿意买啊 所以它定票面利率 也是参照它 就是 等于说做筹资决策 时候那会市场利率 那假设当时的市场利率 比如说它定了一下 如果我能够达到 哎 6% 我这个债券就可以 评价发行出去了 但大家知道 它从决定 要发债券 到我正式发行 是吧 它就是决定要发了 但是我们 你这个债券发行 可能要经过审批啊 例如说 如果是凭正式债券 我还要把它印刷出来 对不对 这都需要时间的 那比如说 我正式发行啊 我是在2021年的 假设我告诉你 1月1号 我们才正式发行 那在中间啊 就过了三个月了 那到过了三个月 那大家看 这个时候的市场利率 大家知道 资金市场利率会波动啊 受很多因素影响 就比如随便说 是吧 比如说这个 国家为了刺激这个经济 是吧 然后呢 就假设 就是刚刚发布 要求呢 各个 就是各大银行 要可以给他们 降低存款准备精力 这一降低 存款准备精力 那它相信 供应的资金就多了呀 那资金多的话 供应多呢 我们利率就会下降 是不是 所以呢 到了 也就说在10月1号 那时候的市场利率 是比较高的 但到了1月1号 因为国家有些政策 它希望促进 企业的这个发展 吸引企业投资 所以整个的利率 市场利率下降了 那这个市场利率下降 比如说我告诉你 降到5%了 那你原来定了这个6% 可能就比较高 对不对 那当然投资人呢 那怎么样 可能就愿意 如果你要平价卖 他就愿意 平价卖 但是我们对于企业发行 他就会考虑到 我这么抢手 我可以把价格定得高一点 那他定得高 我们投资人就会考虑 这个高度 我该不该买呀 其实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后面还会讲 债券的发行价格 其实一样的股价 我们现在就先理解一下 那如果市场利率变了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在考虑 把未来的流量 折现 到期本金 折现的时候 你要记住 应该是用什么呢 就是按照我们发行的时候 如果你买新发 就是发行时候 如果我们从购买 就是按照你购买时候 那个时候的 等分险投资的市场利率 对吧 因为市场利率会波动的 它可能下降 那也有可能提高 比如说假设现在要提高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不能按票面利率 就按它 我们作为债券投资 按照我投资时候 那个当前的 等分险投资的市场利率 或者是投资人要求的 必要不好率折现 就是记住 折现率不能用票面利率 对吧 应该用我们的 这个等分险的市场利率 或者必要不好率 而且我们今年教材啊 就特别的强调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 债券啊 如果让你折现 考试给我们的那个 折现率 都是什么呀 有效的 年折现率的 这块要提醒一下 有些老的考生 你像 如果你是看 19年以前的教材 那以往的规定 都是说 它这个折现率是报价利 对吧 但是我们去年 2020年的教材就改了 是吧 它就改了 就是我这个折现率 是年有效的 只不过它没有 明确的表示出来 它通过立题 用立题给你表示出来 我这个折现率 是年有效的 那我们今年教材呢 就更加明确 就把公式都给你 直接标入 让你去看到 它就给的是 年有效的折现率 所以这话就会遇到 一个什么问题呢 当年内计息多次的时候 我们在前面第三章 给大家介绍过 对于时间价值的计算 如果遇到年内计息多次 其实我们基本公式不变 只不过要把年利率 调为期利率 年数调为期数 就完了 对吧 所以实际上公式 还是求限制 只不过就是说 因为它是 比如说一年计息多次 某每半年复息 那你的半年的利息 折现 那你就按半年的 折现率的责备 是不是 就是一致性原则就完了 把年数调为期数 把年利率调为期利率 所以书上给的那个复杂的公式 实际上不用特意去背 我们就比照这个含义来把握 那么具体来说呢 我们对于债券的这个 就是价值的这个计算啊 我们要特别关注啊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是吧 是分期复息的 还是到期一次还本复息的 是吧 那么甚至是零息的 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书上呢 就分别介绍了啊 就是各种情况下的 这个债券价值的计算 但你看啊 虽然它分别给我们谈了 各种情况的价值 而且也给了公式 我不希望大家背公式 所有的各种模式的债券价值 都是通用公式 都是各期利息折现 到期本金折现 对吧 折现率考试给的是 年有效折现率 如果遇到一年计息多次 按期利率 就折就完了 就是这样一个统一的原则 那现在我们就先看第一种 平息债券 什么叫平息债券呢 我们说上解释了 它只是利息在到期时间内 平均支付的 就给它起名叫平息债券 其实我们通俗的来讲 什么叫平息债券 分期等额付息 到期还本 这样的债券 就它利息是分期等额支付的 当然这个分期不一定是按年 你可以是按年付息 也可以是按半年 可以按季度 甚至按月都行 你只要是分期等额付息债券 就可以了 这就是平息债券 当然由于我们的平息债券 它利息 是分期等额的 是不是符合年金啊 对吧 我们也在第三章 给大家强调过 年金的间隔期不一定是年啊 可以是季度 可以是月 也可以半年 对吧 你只要间隔期固定就行吧 所以实际上 我们的未来的利息则限啊 就是年金限值呗 到期本金呢 复利限值 是吧 就可以了 就很简单 那我们今年教材啊 它特意给了一个 特别复杂的公式 是吧 那这块呢 我们看一下 其实它这个公式 它主要是想强调什么呢 就是考试的时候 它给的责限率 你看 它告诉你 这就是书上的原话啊 它告诉你这个代码RD 表示年责限率 我们一般代码 因为Date是债务 它用RD表示 是就是债务的 是吧 就是我们对于 相当于 我们投资人要求的 必要报告率 是吧 就是债券投资人 叫必要报告率 或者说我们 等分险债务的 这个市场利率 是吧 它用RD来表示 这个责限率 那这个年责限率 它并没有说 我是年有效的 但是 你看它的公式 的一个体现是什么 它就是把它调为 期历率的时候 相当于是根据 年有效利率 调为期历率 换上公式来的 等于说什么 它通过公式 想给我们强调 考试的时候 只要不特责下来说 给的责限率 是年有效 责限率 这是希望大家注意 就是我们教材 从去年就开始修改了 但去年它没有特别明确 它只是通过例子来说 那我们今年教材 就更加明确 我用公式就给你 给你出来 就说考试说 只要不特质啊 我们这个 它给的这个责限率 就是年有效责限率 所以我想跟大家 强调一个什么呢 就是考试它给的债券 它会给你票面利率 对不对 票面利率是票面标明的 名义上给的 然后表面上报给你的 所以我们像比如说 它的债券的票面利率 或者说我们要 像银行借款 借款的利率 这都是什么利率 报价利率 金融机构报给你的 对吧 或者是债券表面上标明的 这都是报价利率 就是票面利率 它给的是报价利率 对不对 但是我们考试给的 责限率呢 我们从去年就开始改了 今年它更加强调 就是给的是年有效责限率 那么如果给的是 年有效责限率 你可以回忆 我们在第三章讲过的 一个换算公式 就是年有效利率 它等于什么 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公式啊 我们前面是用 I表示有效利率 它等于 一加上 M分之R的 M次方减一 对吧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公式 对不对 就是M分之R 不就7利率吗 实际上它的原理 就是说 我就想看一下 我们按一年 继续一次 就是一加上 年有效利率 要等于一加上 每7利率的 M次方 是不是这样啊 那现在我们这块 是一样道理啊 就是说 只不过它的代码 变成RD 表示年有效利率 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啊 按照换算公式 一加上 年有效利率 我们年有效利率 只是一年 继续一次 那个等价的利率 令它等于 一年继续多次 一加上 M分之R 不是我们原来讲 那7利率 我们不用M分之R 就R7啊 一加上R7 就表示7利率 对吧 M呢 它提示我们 M是一年的 继续次数嘛 我们有一个换算公式 是吧 就是有效利率 我们在前面背过 是一加上 这个每7利率的 M次方减一嘛 也就是一加上 年有效利率 令它等于 一加上 每7利率的M次方 这是我们前面 讲过的一个换算公式 是不是 那现在大家看啊 我是想要你 帮我求7利率 我刚才给大家强调 考试的时候 如果遇到 年内G7多次 你就记住 按照我们第三章的 那个折线的技巧 基本公式不变 只不过把 年利率给我调为7利率 把年数调为7数 那么由于你给我的 是年有效利率啊 那我就要得到 我的7利率 所以你看 我这个7利率 是吧 那我们这个 相当于就是 我这个1加R7吧 我就想问你 1加R7等于什么 1加上7利率 它就等于 1加上RD的 相当于 开M次方 对吧 开M次方不就是 1加RD的 在数学上 就是M分之1次方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我们的书上 这个给了一个 特别复杂的公式 你看一下 但是我不让你背的啊 就是你知道 它什么意思 它就想提醒你 如果考试 遇到年有效利率 你要给我调为7利率 你看这个 1加上RD的 M分之1次方 不就是我们的 1加R7吗 所以 分母就是 1加R7的T次方 因为你在 利息在哪个时点吗 对吧 而且分子呢 你看分子 大I是年利息 M一年的 负息次数 就是分子不就是 这不就是 每7利息吗 对吧 分子是每7利息 分母呢 就是1加R7的T次方吗 是不是就把利息 按7利率择线啊 所以看起来 一堆的代码 不用背 对吧 我们对于平息债券 因为它利息 符合年金的方式 所以我们的利息 要给它乘上什么呀 年金限制系数 P-A 利率为 择线率 对不对 但如果你遇到 每年计息多次 假设这个利息 是每季度的呀 或者每半年的呀 就是每7利息吧 那你这块呢 就要用我们 每7的择线率 是不是 然后 这个 7数 要把年数调为 7数 对吧 你的总的7数 比如说我们告诉你 我们是用5年债券 但是我们是 每半年计息一次 那你这个 5年就是10个半年 利息符合年金 那就这么来算 那我到期的本金呢 就是面值啊 对吧 我们说本金 不就按面值还本吗 那就把到期的那个面值 给我乘上一个 负利限制系数 P-F 利率呢 你也记住 一致性原则 它前面是R7 逆R7 此人来回换 是吧 其实对于这个 到期的本金 其实你也可以用 年有效利率 然后用年数 结果一定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就 你就记住 我永远都是这个 而且考试 我们以往答案 也都是这样 年代几期多次 就记住 首先先把 它那个年责限率啊 给我调整为 年有效的 这个 就是 首先把它 它给我的年责限率 是年有效责限率 你首先把它 给我变成期利率 然后就好办了 对吧 就是各期利息 则限 按期利率 则限 年金限值 到期本金 按负利限值 但都是期利率 把年数也调整 期数了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的 平息债券价值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公式 不用去背 它这个公式 对吧 所有的啊 别管是平息债券 还是我们一会儿 要讲的零息债券 是吧 还有什么 到期一次 还本付息债券 什么流通债券等等 我们就按含义来 就是各期利息限值 到期本金的限值 是吧 择限率 要用 等风险的 市场利率 但是一旦遇到 年内极其多次 要调为期利率 就行了 那大家看 这个理解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书上的这个例子 你看我们根本不用背公式 所有的例题 你看 我们都是用 这个含义来做 就是各期利息则限 到期本金则限 我们现在看 这个例6到1啊 拖绩ABC公司呢 准备于某一年的 2月1号发行 面额是1000元的债券 其票面利率是8% 每年的2月1号计算 并且支付一次利息 并且于5年后的1月31号到期 这块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啊 我们在计算这个 未来的现金流物的限制的时候 所谓那个零时点 或者现在 就是你估价的时点 你不用考虑它 会计上的什么 几月几号 对吧 我们就把它那个估价的时点 像我们这要提 它是让你在某一年 2月1号去估价 那这个某一年2月1号 就是我估价的零时点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零时点 然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第一次复息 离他多长时间 既然某一年的2月1号是零时点 他是告诉我们说 每年的2月1号支付一次离 那就说我们间隔一年 对吧 这个年不是会计年度 是我们要估算的那个 所谓时间长度 是吧 间隔时间是一年的这个长度 那么每年付一次利息 另外5年后 1月31号 我们偿还本金 然后他告我 等风险投资的必要收益率 10% 让你求增加价值 那我们刚才已经强调了 债券价值是真正值多少钱 那这个债券 他给我带来的回报 是将来的回报 我得要折到现在 看他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那你看我们要求的 必要收益率是10% 所以你折现的时候 可不能拿8%去折现啊 要拿我们要求的必要保护率 对吧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求这债券价值就很简单啊 那这个80是年金 我们就可以把80乘上 年金限制系数 对不对 折现率要用必要保护率 10% 期数为5 然后到期的本金 1000是一次性款项 我们乘上一个负利限制系数 是吧 一次性款项利率10% 期数为5 不就完了吗 所以这个计算我们说 很简单 是吧 就是各期利息折现 到期本金折现 折现率要按照必要保护率 不能按票面率 对不对 我们票面率是8% 但是 折现的时候一定要按他 应该的那个市场利率 来 去做折现的啊 那我们接着看这个利6到2 你看这个例题和我们刚才的例子 区别在于什么呢 它是告我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 也是5年期 另外你看它给了我们 年责现率是10.25% 这块就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强调的啊 就是我们在计算 债券价值的时候 我们这个年责现率 指的是按年计息的 年有效责现率 它是一个年有效利率 那么如果是按年计息的年有效利率 那大家要注意一下什么呢 就是我们也给大家强调过 如果遇到年内计息多次的时候 要把年利率调为期利率 年数调为期数 是不是啊 你看它就是一个每半年复习一次 所以我要把年利率调为期利率 无论是票面还是折现 我都要给它调 然后年数调为期数 你看我们这个 整个是五年 但它每半年复息 因为票面利率 它其实给的是年利率 对不对 我们票面是报价的年利率 是8% 但是每半年复息呢 所以半年的期利率是4%的 每期利率是40% 那么10个40% 到期本年以前 那么折现率呢 既然我们是按半年作为一个GC期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要把折现率 也要给我调为半年的期利率 但是我刚才给大家强调 考试它只要不特指 给你的年折现率是什么 是年有效折现率 那既然是年有效折现率 按照我们前面讲的换算公式啊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说有效利率i 是等于1加上m分之r的m次方减1 对吧 这是我们前面的换算公式吗 那么现在它等于说是知道什么呀 我知道这个i是10.25% 对不对 m是多少呢 m是2 因为是一年有两次GC 所以m是2 所以那就是说 它应该等于1加上 这个m分之r是什么 就是我的期利率吧 我就是要得到期利率 因为当年内GC多次的时候 要把年数变成期数 年利率调为期利率 所以我就是想得到这个m分之r 对吧 或者我就用个r7吧 它这个指的是年 但是我想用的是期利率 对吧 我就想要得到期利率 我要得到这个期利率 你看 我就把这个m分之r是我要求的位置数 我要知道期利率 所以这样的话 你要想求这个期利率的话 那就很简单了 那期利率 它就是1加上10.25% 然后开根号 减1 那我们这样算出来的期利率是多少呢 是5% 通过计算我们算的结果 这个期利率 我们得到结果是5% 那既然是5%的话 那我们这时候再把考虑未来的利息则限 到期本期限的时候 要记住都按照期利率 就是我们强调过 当年内计息多次的时候 把年数调为期数 年利率调为期利率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这个利息是一个每半年的利息啊 所以我用的是期利率 年数用的是期数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都是 不论是利息还是本金 你都要考虑按期利率 是吧 按期数这样来责限就是了 好 这是我们谈的平息债券的价值计算 那么大家要注意平息债券的话 如果遇到年内计息多次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 无论是票面利率 还是我们的责限率 一定要都调为期利率的 对吧 就是年数调为期数 然后你的所有的利率都调为期利率 然后你考虑每期的利息 然后责限的时候 那每期的利息就去责限的 就是我们谈的有关平息债券价值 那现在我们来看存贴限债券 所谓存贴限债券 它指的是什么呢 承诺在某一个确定日期 做某一个单笔支付 就它在到期之前 是不做任何支付的 在到期日做一个单笔支付 那么存贴限债券呢 也经常被称为是零息债券 期内不计息 到期还本 我们先看书上这个利6到3 它告诉我有一个存贴限债券 面值一千 二十年期 假设年则限率10% 首先你要理解什么 叫存贴限债券呢 期内不计息 到期还本 所以经常称为是零息债券 就是我就是到期 因为我们讲面值提示了我 就是到期还本额嘛 那就说它这个债券 如果你买的是一个存贴限债券 它就意味着我没有利息的 到期我按面值一千 第二十年末 我给你一千块钱本金 那么如果问你这个债券 你愿意花多少钱来买它 那我们都知道 今天的一千和二十年以后的一千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一定是折价发行 对吧 你要让我买的便宜一点 但是折价多少呢 我们就要算它 所以就要把这个未来的 一千块钱的 这个流物折到现在 那么折价率 同样我们说按照市场利率 或者投资人要求的 必要保护率去折价 像我们这要提给的是10% 那这个折价比较简单 就一次性款项复利限值 对吧 你要让我求它的债券价值 那不就是把这个一次性款项 你如果用原始公式来说 就是除以一加10%的多少次方 20次方便 或者你用代码来写 是吧 就是用 直接拿一千层上 利率10% 期数为20的复利限制期数 一样的 对吧 这样就可以得到的 债券 现在其实只值多少钱 大家看只值148.6 对吧 因为我们要求是要 给我10%的这个回报 如果你现在 就反过来说 就是现在去投 148.6 加上我们 考虑 每一年的应计的 10%的这个利息的 这种回报 那么到第20年末 它就相当于 等价于这个 一千 对吧 因为中值 我们给大家讲 中值是一个 本利和 本金 加上应计利息 而限值 就是把应计利息 拨掉 但这个利息的 确定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 这个市场利率 是吧 那我们这里面 给的就是10%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道例子 就是你看我们的 纯贴线债券 我们讲的是零息债券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碰到 就是单利息息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就类似于那种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债券 它其实 也是属于那种 纯贴线债券 那我们来看这个债券 它说五年期国债 面值一千 票面利率12% 但你看他强调是单利息息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我们在财务管理 如果不特指的话 都是负利息息 但如果特指 就按照人家的要求来了 那么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那么大家可以想 这个到期的现金流物是什么 首先我会得到本金一千 对吧 这个没问题 那么利息呢 单利呢 是只对本金计算利息 所以我的利息就是一千乘百分之二 然后我们是五年 所以乘以五 所以我的利息呢 总共就是 五年的总共就六百 但它都是在到期日才会给我 那么对于这样的债券的这个价值 怎么来算呢 我们给大家已经强调了啊 就是我们考试的时候 给的那个折限率 或者说它可能 它有的时候会说市场利率啊 或者会说必要报告率啊 什么的 它指的是什么呢 按年计息的那个有效的年利率 实际上是一个复利的折限率 所以你在把未来的流量折的时候 也一定要按照复利来折限的 只不过就利息这块 它单独要求是按单利算的利息 但是你在把未来流物折限的时候 我们给的那个折限率是年有效的折限率 是吧 就是指的是什么叫有效利率啊 就是按一年计息一次的话 那个等价的那个年有效利率 是不是 它是一个复利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再把1600折限的话 那就是也是一次性款项 对吧 你就可以拿1600 这个乘上五年的复利限制系数 折限率 10% 或者你可以直接用原始公式 1600除以1加10%的五次方 都可以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这个书上这个例子 那我们如果把书上的这个例题啊 我们改一下 你看我们书上的例题是单利级息 但如果我们你看 就是把这个单利我也改成复利级息 那首先我想问一下你买这样一个债券 你看也是五年期 面值1000 票面利率12% 复利级息 我想问你到期 我们可以获得的本利盒是多少 那么获得的本利盒 它就是按它约定的票面利率嘛 由于是复利级息 我们不仅本金会升息 前期利息也会升息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我到第五年末的到期的本利盒 应按照复利的方法来算 就是1000乘上1加12%的五次方 对吧 就是复利的宗值 我们前面是只对本金算利息 所以是利息加本金这样的 那么复利呢 是要考虑利滚利的嘛 所以就是要1000乘1加12%的五次方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 择限率是10% 因为我们财务管理的这个约定啊 就给的择限率 只要不特指 只要没有特指 或者说我这是一个单利择限率什么的 只要不特指 那么这个择限率 都是年有效的择限率 是复利的择限率 那既然是复利择限率 你这个票面利率啊 大家看我们正好也是复利的哈 那么我们看来我们来择限 我们说未来的留物限值 这就是把这个到期的本利盒 我们可以乘上5年的复利限值系数 或者是除以1加15次方 那大家可以看 我们算的结果是1094.28 就比这个面值1000就高了 其实我举这个例子 是想说明什么呢 你看我们书上这个 例子啊 有些可能不太理解 就是说这个债券 为什么会折价 溢价 评价发行呢 如果我的票面利率 是吧 我约定的是 比如说我约定 我给你12% 那我投资人呢 我要求就应该给我12% 那这时候呢 那你就是评价 对吧 你给我的正好是我要求的 但如果你给的票面利率比较高 就像我们这条题 票面利率12% 那投资人说 其实你给我10% 我就挺高兴 你给我12% 那他就愿意买 那既然大家都愿意买 那你就可以把价格 提的高一点 是不是 那就可以所谓溢价 所以你看我们这条题就很明显 因为票面利率 它是高于这个折线率 所以我的价值比面值是高的 对吧 也就是我可以 就是我们投资人愿意去 溢价去买它 那大家反过来看 我们这个书上这个利6到4 它这个票面利率是12% 但是这个折线率呢 10%不是也是票面利率高于 我们折线率 但是你注意 我们书上这个票面利率 是一个单利的票面利率 对不对 但是年有效折线率 我们说只要不特质 我们都是负利的年有效利率 两个利率口径不一致 所以当两个利率口径不一致的情况下 你不能直接的 就说票面利率高于折线率 所以它就是应该是溢价 你看我们刚才算财结果是折价 为什么折价呢 因为你这个利率是一个单利的 那么我们要考虑 它到底是折价溢价评价 我们在对比这个票面利率和折线率的时候 一定是一样的计息方式计息规则 对不对 就是如果你的折线率是负利的 那我的票面利率要给它责为负利的 所以我们比如说来看一下 你看我们想得到这个债券的票面的 等价的年有效利率 那实际上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希望它到期的本利和一致嘛 那么比如说我们按照单利计息 到期本利和我们开谈了 就是一加上五乘以12% 对吧 那现在我想问你 我如果想让它俩等价 我按照负利计息 那不就是一加爱的五次方吗 你另二者等价去求那个等价的那个 爱就是我的年有效利率 就等效利率 就是我按一年复息一次的有效利率 因为我们这套利体大家注意 它是给的特值 我是单利票面利率 对不对 所以我是想求一下 等效的那个 票面的年有效利率 那么我们这样一来 另二者将去求这I 我知道结果多少 9.86%啊 这9.86%你看 票面的利率 实际上我们是9.86%的 而这个市场的折现率10% 它是低于10% 所以是折价发行 是吧 所以这块呢 就是想跟大家谈一下什么 就是我们书上这个例子啊 它特指了这个债券的利息 是单利计息 是吧 而且呢 是就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但是我们给的折现率 只要不特指都是付利的 所以让你如果这 让你去计算的时候 大家看利息按它的规定来 就像我们书上前面这个 利息我就是按照单利来考虑 对不对 但折现还是要按照付利来折现 但如果像我们刚才讲 我跟你告你 也是付利计息 那你或者说他没有提单利 还是付利计息 那你就按付利来算 然后折现始终是按付利来折现 但是判断它到底是 折价溢价评价 我们这个票面利率和折现率 你在考虑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一致了 如果是期利率都是期利率 如果是有效都是有效的 对吧 如果是这个单利都单利 你这样才能够判 直接利用利率的关系来判 它是不是折价溢价评价 所以这块我们稍微提一下 后面我还会进一步来说 这个相互的关系 我们现在就来看怎么算 计算你就记住 我就是把未来的 这个现金流入折现 就可以了 但是折现率呢 我们都是指的是付利的 年有效折现率 那现在我们再接着看流通债券 我们前面讲都是新发债券 就是我们一发行 投资人就买 但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呢 买这个二手债券 对吧 我买的不是新发债券 我们是在二级市场上 买的是什么呢 这个二手 就是别人原来买了 然后别人因为急需用钱 他又把它卖掉 然后我呢买它 那这样一来就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对于流通债券啊 他的这个从我决定买它 到持有的到期日 那这个时间会比它整个的发行时间要短 对吧 因为这个公司新发的时候 是人家去先买的 他持有了一年以后 他又转嫁来要卖给我 那我再买呢 那是已经这个债券已经过了一年了 所以未来到期日 就比它原来那个整的年限要小 对吧 这是首先第一点 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我们购买债券可能是任何一个时点 就不是那个 不一定是这个整数的这个时点 因为每天都会有交易嘛 所以这样有可能会出现非整数这些期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书上的例题 我们看6625 他告诉我说有一个面值是1000的债券 票面利率8% 每年复息 某一年的5月1号发行 某6年的4月30号到期 但是现在呢 是某4年的4月1号 假设投资的年则限率10% 然后问你这个债券的价值是多少 首先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它的发行日期呢 是某一年的5月1号 但是现在是某4年的4月1号 它已经过了两年多了 是不是 那如果我们要画一下图的话 大家看 假设我们从先看这个新发债券 就假设呢 我们如果是在债券一发行 它的发行日是某一年的5月1号 如果是在发行日 我就投资买这个债券的话 那么这个债券呢 它是某6年的4月30号到期 那么每间隔一年 它是要支付一次这个利息 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呢 如果我在新发行就买它 我未来会有5期利息 每一期利息都是面值 乘以票面利率 对吧 我们利息始终是面乘面的 使用1000乘以票面利率 我们得到80 这是说 如果你购买新发债券是这样的 但是你注意一下 我买的不是新发债券 我买的是二手债券 就现在是某4年的4月1号 就是某4年4月1号 大家看应该在某4年5月1号 付那个利息之前 对吧 那么付利息之前的前一个月 在这个时点 这是我的现在的一个时点 那么如果我是现在这个时点 我才要买这个债券 那你记住啊 我们特别强调 什么叫债券价值 债券价值是未来的现金 流物的现值 是未来的 我们的估价的这个时点 是你什么时候准备买它 那这个对我来说 这个现在是某4年4月1号 这个是我的零时点 那你在考虑未来的现金流物 现值的时候呢 以前两个80跟你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啊 那是人家原来的 对吧 就好比啊 你呢 是在某一年的5月1号 你买这个债券 你持有了两年多了 现在你要把债券卖给我 那么前两期利息已经归你了 跟我没关 那么对于我来说 我要买这个债券 我是要看它值多少钱呢 我得看它未来还能给我多少回报 对不对 因为过去的回报跟我没关系 那是你的事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是未来的利息限制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就要考虑未来还有三个80 对吧 然后到期有一个本金1000 然后呢 我们在折现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 第一次到这个80啊 它是在某四年5月1号 离我这个零时点 某四年1月1号只有一个月 也就是我不用等一年 我们等一个月就可以拿到80块钱利息 所以大家看出现了非整数GC期了 那我们怎么来折现呢 我们一般是两次折现 也就是说啊 我们先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未来的流量 给它先折到整数GC期 就比如这道题 我把这些所有的给我折到某四年的5月1号 对吧 你看这个点80本身是限值吧 然后后面这两个80是年金 对吧 我现在想让你帮我折到某四年5月1号 所以后面这两个80就是我们的年金 然后折现率别忘了 还是要按照我们的投资人要求的这个必要不好 这个折现率10%来考虑 不能按票面利率对吧 还是10% 期数是两个80 年金限值就是几个A 那这期数就几了 然后我们还有一千的一个一次性款项的这个本金呢 我是一千 也是折到这一块两期对吧 所以我要乘上两期的复利限值系数 期数为二 所以这样我就把所有的这个未来的流量给它折到了整数的这七七十点 就是某四年的5月1号 但你注意我的估价点呢是某四年的4月1号 所以就要把这些所有的流量给我折到某四年的4月1号 大家看如果我要是用代码来写的话 我要把未来流量折现 这是一个一次性款项 折到我的某四年的4月1号 是不是要乘上一个复利限值系数啊 也就是说我应该把整个这个啊 如果我写在后面 我要乘个什么东西啊 乘个复利限值就是P-F对吧 利率那是多少 还是我们的这个折现率10%啊 但你你注意一下这个年限是一年吗 这个是多少年啊 十二分之一年吧 一个月相当于十二分之一年 而这个P-F利率7%为十二分之一 不就一加10%的十二分之一次命吗 对吧 所以它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两次折现 把未来的流量先折到这个整数的那个10点 某四年5月1号 然后再折到我们的某四年的4月1号 但是因为它这个期数啊 只有一个月 所以呢 我们就要考虑呢 是这个时间啊 变成十二分之一年 那么有些同学会问我 老师我可不可以 就是在考虑把这个 这个未来的整数这个流量 在第二次折的时候 我这块用月利率 就是说我把这个10%呢 给它变成月利率 10%除以12 然后年数呢 就那75我用一个月 可不可以啊 我们说不可以 为什么呀 大家注意 它这个10%是不是这个年有效折现率啊 这个10%是年有效的折现率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要是想用月利率 因为你这个期限 你看 哎 一个月 我想用月利率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要先换算啊 你有了有效利率 你怎么去求月利率啊 那你是不是 因为你要想用月利率可以的 但是你要用公式 我们的有效利率 也就是10% 它应该等于什么呢 1加上每期利率 就是你要求那个月利率 是吧 比如说我的月利率 得多少次方啊 12次方 减1 你去求出这个月利率 你可以看一下 它不也是1加10%的 开12次方 不就12分之1次的密吗 就是你的1加上那个月利率 其实是一个道理 对不对 所以但是你想 这个是有效利率 你说我想把10% 直接除以12 变成月利率 那是不对的 对吧 我们讲的是报价利率 除以M 那是7利率 但如果给的是有效利率 你求7利率 你得去开根号的 对不对 然后开多少次密的 然后再去求 所以这块要稍微 给大家提示一下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 在做题的时候 是吧 它如果考试给的是 年有效择限率 然后你的这个利息啊 然后这些都是按年的 那么你就按年来考虑 我们的这个择限 然后呢 那个期数也是按年数 一致就行了 就记住一致了 那如果你这话 想要月利率呢 那外面就是月数 但是这个月利率 你要会求啊 你是根据有效利率 去求的月利 是不是 就是一致性原则 大家看起来好像 这个利率这话 有一点点乱 但你就记住 我是一致性原则就可以 那现在我们把书上 这个流通这件例子 我改了 我改成每半年集息啊 大家看 面值还是1000 票面利率还是8% 但是我告诉你是 每半年复息 那既然是每半年复息 年内集息多次 我们就要把年利率 调为期利率 也就是说我把这个 票面的利率 和期利率半年的 票面就4%了 然后呢 它又告诉我们呢 某一年的5月1号发行 是吧 什么某6年4月3 都不变 然后呢 就是什么呢 就改了一个每半年复息 折限率还是10% 年有效的 我们讲其实 它就是不给你特值 我们也只是年有效折限率 那既然是年有效折限率 那这个时候 大家就一定要注意 一致性原则 对吧 首先我们这个利息 是每半年复息的 所以呢 你这个折限率 也要给我调成 每半年的折限率 我们可以先来画一下 这个图示 我们还是某一年的 5月1号发行 是吧 然后 总共是5年 但它因为是每半年 支付一次利息 所以大家可以看 我们是10个40 就是如果我是在新发 某一年5月1号新发 的时候我就买它 未来是10个 5年就是10个半年 对吧 10个40到期有本金1000 但你注意 我们现在的估价10点 是某四年的4月1号 所以你在把未来的流量 折限的时候也是这样 先给我折到整数的G710点 比如像我赵丽提 这个40本身它就是 在这个点上就是限制的 我把这40拿出来 后面的四个40是年金 间隔70半年的年金 所以大家看 折限率要用半年的折限率 对不对 那这个半年折限率怎么算呢 那就要按照我们的这个 前面讲的那个换算公式嘛 对吧 就是相当于我们已经给了你 折限率是10% 是有效利率 相当于有效利率是10% 我想得到7利率 我想得到7利率 它的公式啊 因为我们是1加上 m分之r是7利率嘛 平方减1 所以你要把这个 每7的这个 有这个折限率给它得到 那就相当于1加10% 开根号 对吧 然后你再减1 这样可以得到你的7利率 是不是 所以大家看 我们通过计算呢 得到每7的折限率 对吧 你给的是年的有效折限率 但是我们现在利息是每半年的 我就要把这个年有效折限率 给我调为每7的折限率 算结果是4.88% 那因此呢 那我这块的折限率啊 我们是说原理啊 考试它不会这样 你看我们 一会儿会谈一下去年的考题 那它一般来说 它为了 让你有一个比较整的利率 它可能这道题 可能我就会告你 比如说 我的这个 年有效利率 比如说我是10.25% 然后你这样开根号什么的 比7率正好是整数 是吧 但是我们先说在原理啊 那么7数呢 40就几个40啊 4个 对不对 然后到期的本金多好 1000 也是乘上负利的啊 然后我们的利率呢 一致了啊 别管利息 都是要用7利率 7数呢 也是4 这样可以得到这个 这个时点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注意啊 我们真正的估价的零时点 是在某四年的4月1号 那么某四年5月1号到这个零时点 有一个月 那么这一个月 大家看 我们就要考虑一次性款项复利限制 我先用代码写啊 层上一个复利限制就是P-F 利率呢 我们现在都用的是 7利率一致了啊 每半年的7利率 那现在我问你7数 既然这是半年的择限率 那么就要半年的年数啊 对吧 那你看这个 是多长时间啊 一个月 一个月是多少半年呢 6分之一 就是一致了 对吧 你这块用的是半年 你那句话就半年的这个数据 所以你可以看我们 其实我刚才谈这个 大家看 这个P-F 利率是4.88% 7数的6分之一 实际上就是1加 4.88%的 6分之 就是相当于负的6分之一次方 或者是6分之一次 是1分之1对吧 就是这样啊 就是相当于是 除以1加88%的6分之一次 这是我们谈的流通债券啊 这样考虑两次择限 但你不要担心 我们考试会出现这样的啊 我只是说原理 是吧 它如果真的出现这样题 它会给的是一个 让你正好得到那个 就是每7利率是个整数的 是吧 那现在我还要把这题改一下啊 你看我们前面 还讲过这个 纯贴线债券对吧 那你看我把这道题呢 这个改一下这个复息方式 我改成什么呢 单令即息 到期一次还本复息 其他不变 但是改成单令即息 到期一次还本复息的 那我们可以看 那么这个 未来的现金流物是什么 因为纯贴线债券 它是期内不做任何支付 到期做一次单比支付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先看 如果你买新发债券 它到到期日 它要给我本金 另外利息 因为是单利嘛 我们克制单利 那就只对本金即息 给400块钱利息 期内没有任何支付 那么如果你是 买的是二手债券 某四年4月1号 那这个时候估算的时候 未来的流物是什么 谁拿到最后 谁就可以拿到所有的利息 因为它到期才还所有的利息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就不会因为说 这个债券已经过了两年多了 那它就只会给我剩下两年多利息 不是这样的 那是分期付息 分期付息的话 我们就特别强调 未来的 就是以前的利息 跟我没关 对吧 我考虑的是未来的 这些是跟我有关系的 但是纯贴线债券呢 它没有提前支付 所以就是 谁持有到最终 就可以拿到所有的利息 五年的利息 你可不能说 我只拿两年多的利息 对不对 拿全部的利息 那么这样一来 那我们这个折线 其实一样道理啊 我们也可以先把1400 折到这个整数的某四年的5月1号 对吧 比如说我1400 我先乘上一个P-F 利率百分之 折线率百分之十 是吧 我们都是按负利折线 然后期数为二 然后得到一个款项 然后再给它折 比如说再乘上一个P-F 利率还是百分之十 那期数呢 一个月是十二分之一年 对吧 所以相当于就是把这个东西 除以一加百分之十的 十二分之一次方 对吧 两次折线嘛 那么就是相当于这个 P-F 利率百分之七数为十二分之一 不就是一加百分之十的 十二分之一 分之一 倒数 因为负利限值上 所以这是我们谈有关 债券价值的计算 一定要记住是 未来的现金流入 但对于 纯贴线债券 特别是我们那个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债券 我是会把到期的 所有的本利盒 都是归我的 是不是 好 那么大家看 债券价值是 未来的现金流入的限值 那么现金流出是买价 对于投资人来说 我们都是希望 未来的流入 要超过这个购买价格 那么值得投资 对不对 所以当债券价值 高于购买价格 我们这个指责是 大于等于 包括等于 等于是吧 就是我接受了 它因为达到了 我标报 也是可以 可以投资的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债券价值的计算 我可以投资的 我可以投资的 我可以投资的